接盼起将解是经典之战 阳光练碑 许云川对战的是渝和华 开局是西安之路 对足迪炮 红方摆中炮 是要消灭中足空头炮 黑方飞向 不让 红方是上边马正常的出局 也不让黑方阻散精英了 黑方迅速掌局 是要取救平四 那红方这些就大一张不让 黑方捕士 红方就跳马 黑方上马先踩炮 这儿退一步 那接下来 黑方是出局 红方先挺兵 为你求谋 因为黑方有一个出局吃炮的先手 看出之后呢 都可以再试炮 等你兵五斤 他过来抓你 而红方先挺三兵 就是不让你过来 然后的话 对方常规招法是 点到兵线 过来吃马 红方有可能会兵五斤 上中马 那么这儿啊 他选择点到虾尔线 这个棋 红方要么就捕士 要么就出局 捕士的话 只能不左士 避免这边 竹三兵闷弓 那么出局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骗招 就让你竹三兵 黑方也就竹三兵 那么这个棋吃掉 红方的骗招 是让黑方打香 这边吃 对方看着一点 起来呀 可以吃两个马 这儿红方啊 可以吃一个炮 黑方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上边马 一个是直接吃 那这儿的话 如果你逃 他这个马戏是可以上 你这儿一走之后呀 他随时可以踩进去 必要的时候呢 就可以硬踩像 再吃马 所以这种棋啊 将来红方会占优 那么这儿的话 如果说你不逃 那正常就吃 那现在他也可以吃 你又吃一个之后 他现在有一个平兵啊 随时点杀 你也只能上马 进去抓 这边的话 你也就去保 他不抵向一杀 这个棋也是红方占优 所以话 红方就等黑方打向 余优华到这里 并没有去打 他选择的招法是 居住平三 这步棋啊 走得高明 你现在还不能 平这个兵 因为他退居啊 吃双 红方狮子的 所以红方决定 飞一个向 隔断他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是杀回去 这边吃着炮 红方 正常是退一步就行 那么他选择的招法 是齐和 黑方也就上马 红方这儿 兵五心意冲起来 也是为了这个 居可以脱身 结果这个棋 走完之后呀 人家有一个 居二进五 齐和一抓 这边就要受攻了 所以红方能走的 最顽强的招法 就是平跑 跟他混 对方这个棋 他不能吃中兵 因为这个棋 他可以选择一个 打中式 打着撅 所以你正常得吃 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交换 换完之后 你要飞向 这儿把炮给吃 这个棋 反而是红方有力 所以这个棋要注意 鞠二平五是不行的 那么黑方 他正招是鞠二平四 不吃 这样的话 让你没有炮打 是机会 这个棋 需要注意就是 你现在要走的是 抛弃推 不能去打 否则的话 对方打掉 这样的话 他一吃中兵 打向厉害 你只能先补视 那么他可以利用你 闪开之后 继续利用你 然后呢 这个棋有一个瓶炮 瓶炮一串 叫狮子 你只能走过河局 然后呢 他有点局 继续杀你 你正常也只能 做什么事 调整一下 他能吃也不吃 继续牵住你 用炮打 这一打也分边厉害 你居于海底回来 所以红方会被黑方 这样去利用 然后呢 他一出老将呀 就危险了 红方 走炮也没用了 黑方这样的话 进足隔断是关键 那你吃还是退 都是一样的 他现在这个棋呀 打向一将 到这就上马了 刚才推炮的话呢 输得更快 那现在这个棋 他强行弃子 希望了去交换 到这的话 也算顽强 不过的话 黑方推炮一打马 红方一上 这一抓 现在马一走 丢炮 没有办法 看的话 他踩着鱼 但会利用你 最终还是把这炮吃掉了 黑方一多子呀 这棋占优了 所以这个棋呀 他不能选择去对炮 这儿红方能 纠缠招法 就是我退一步 你要是敢持中兵 那就打四 队完之后 吃你炮 你要是正常队 我就持你炮就行了 到这儿的话 就稍亏一点 一能下 那么 红方实战 没有左拨二平七 他选择的招法 是兵就进一 可能是没想到 这个抛击推的变化吧 认为一换 还是这个七 所以到这儿 冲了兵 想去采局 黑方顺势杀过来 那这儿的话 现在吃着炮 打着象啊 这就危险了 红方呢 躲这个炮 因为现在你不能打尸呀 否则尸掉你了 你吃的话象掉你 你没有发生气 你就没办法去吃这个炮 到这儿只能忍 然后呢 他这个邪性 足在利用你 红方为了看炮 只能吃一个再说 见招下招 黑方顺势把象给打了 因为狙在中路啊 你不能落象 那你狙吃的话 再丢个狙 肯定是等着输了 没办法 红方只能不是 忍了 黑方这期直接把象给砍了 到这儿以后 那红方顺势推炮回来 希望你吃个狙 唯一打 那这样的话 虽然说啊 就象被破了 但是这边有攻势啊 这儿还可以一战 关键是黑方德士标人啊 点进来了 这边的话 狙的红方很不舒服 到这儿的话 你看着好像可以上马 踩狙啊 然后狙一走就可以吃个狙 其实你根本来不及 他狙我平时吃马 底下叫着门 比你说得更快 然后你没法挡这个炮呀 挡狙的话呢 就吃掉 你白丢个子 不挡的话 这边啊 正常你敢出啊 底下闷一将 穿一将杀棋了 所以你想吃对方的狙 根本吃不到 包括你现在这个鸡啊 像落石下不来 只能支持 寄希望于这个鸡啊 对方啊 逃不了 这边的吃鸡 但他穿一将之后 就跑掉了 然后的话 这个鸡啊 直接就可以把你吃掉 到这儿啊 你只能吃这个子 这个鸡杀过来之后啊 双鸡就挫杀了 所以现在这鸡 红方也是很无奈啊 这不吃马太狠了 所以你上马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红方只能上这个马 硬扛 黑方就退鸡 得失不了人 到这的话 他也是避开了 你上马的手段 红方到这儿 也只好进炮反击 黑方这里的话 把炮吃掉 红方把炮吃掉 黑方又把马吃掉 这个鸡不能动 为了走这个鸡 他出来 到这儿想底线反击 此时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一将 这儿进来 红方的手段 就是一将回来吃马 底线叫抽 结果黑方一上马之后呀 你没法下去了 这儿有效 当你下几炮 炮准备强行下去的时候 他上马拦住你了 这两个鸡 一个也过不去啊 如果你强行弃鸡的话 那单鸡炮这个马 不能过去会合 也是等着输 随着这的话 没有任何办法 那许晋纯认了 这盘棋啊 余华获胜